蒋一一回应涉嫌偷税漏税了 9月4日蒋一一工作室发布说明函 回应了近日有关蒋一一涉嫌偷税漏税的爆料 蒋一一工作室透露2016年和2021年的财务 均是由前公司酒和公司处理 解约后蒋一一曾多次要求对方返还处理财务的相关物品 但是对方一拖再拖 直到2021年下半年才取回相关物品 之后工作室发现了财务扣角存在问题 后续积极配合税务主管部门进行了申报 税务局并没有对蒋一一及工作室 做出立案侦查和处罚决定 工作室在7月6日完成了相关税款缴纳 举报用户所发布的 蒋一一对2019年之前的偷税漏税情况只字未提 申报有侥幸心理的言论是凭空捏造 最后还透露了蒋一一和酒和公司的解约进展 9月1日法院做出了最终判决 酒和公司需要赔偿蒋一一的经济损失 从工作室的的说明不难看出 蒋一一这次被举报偷漏税 前经纪公司负有很大的责任 蒋一一还晒出了自己的完税证明 以及解约判决书 和讨要管理财务相关物品的聊天记录 www. trem